白色恐怖受難者 歌企劃在高雄的鼓授 從這個月開始 要推出VR許醫事件提檢 透過現代科技現場演員跟民眾活動 參觀民眾的親像歌企劃本人 真心提檢就讓人家驚的感受 人本地在廚房在喝茶 隨時出現一個生粉朗 把他拿去 柯先生嗎?柯先生嗎? 對 從這裡開始民眾就怎麼變成 歌企劃本人 人家的電影其實就是現場的演員 透過VR體驗 能看到那時候 讓人心問這碼坐到正常的現場 台灣監獄島作為一個起點 那在閱讀完之後 因為感受到裡面非常非常深的孤寂感 那這個孤寂感我想要傳達給觀眾 所以我就採用了一次只有一個觀眾 然後特別為科企劃的故居 量身訂做的這一齣戲 不是 把柯企劃的故居中方到 哪像白色恐怖那個年代 高雄立書報部官 今年十月又再推出網友 烏托邦VR體驗 變成這齣 甚至是戲局 變局 檢測的 李局林老師說 那當時 他把歌企劃下的回憶錄 看了才開始製作這齣戲的 柯老師他自己有非常非常堅決的政治的理念 這樣子 那適不適用在未來我不曉得 但是 就是關於那個時代那個時空發生的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有必要讓我們這一代或是我們下一代的孩子去明白 第一篇離這個白色恐怖很快 還好這是一個體驗 不是真實發生的 工作人員的表現就是引導的非常好 就是有成功讓我進入那個時代的感覺 第一篇三十分鐘 民眾的青春回到 歌企劃失去自由那十七年 歌企劃是文學家也是教育家 所以因為政治多家 他出國後跟他媽媽就住在出版社的樓上一直到貴心 他現在的程度不是這樣而已 歌企劃的股廚已經懲罰高雄的林寬金點 現在又透過疫苗和合理的體驗 也讓民眾不一樣的感受 記者 等下我們下位作 高雄報道